好 以上我们说完了 观世音菩萨给予众生的究竟泄脱 再来说下一段 总探妙德 所谓微神之力 探莫能穷 这是观世音菩萨 所有功德的一个结规 结是菩萨的功德不可思议 在经典上说 观世音菩萨巨大微德 超过十方诸佛 微神之力 探莫能穷 大家每天都念观世音菩萨 可是你认识观世音菩萨吗 大家要知道观世音菩萨 在一切菩萨当中的地位 佛陀正在讲摩赫波勒波罗密经的时候 当时来听佛陀说法的 有千万亿不可说菩萨 这些菩萨 无量无边的十方菩萨 以一位叫做善守的菩萨为上手 这时就有人问啊 这个善守菩萨有什么功德 能够排在一切菩萨的前面呢 龙素菩萨回答 这是因为佛陀在王社城说法的缘故 因为善守菩萨在王社城住很久了 所以以他为上手 并不是以功德大小来论判 如果真的要以功德大小来论的话 那应该要以普贤菩萨 观世音菩萨 大势至菩萨 来作为十方菩萨的上手 我们由龙素菩萨的这个回答当中 就可以知道 观世音菩萨他的微神功德 却乎是不可思议 超胜过了一切的菩萨 之前我们有说过 普贤菩萨进入观世音菩萨的一个毛孔 行走十二年 尚且不能够知其边际 大家不要以为普贤菩萨是慢慢地走 我们凡夫走一步 大概也不过一公尺 普贤菩萨的一步是怎么样 华言经上说 他的一步是不可说不可说 佛刹为陈述国土 以这样为一步 然后走了十二年 还是不能够就近 观世音菩萨的一个毛孔 你看 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是多么殊胜 乃至佛陀赞叹 如果有一个人 他供养 百千具之挪油脱的诸佛如来 以最殊胜的饮食衣服 握具医药 这样供养 所得到的福报 与观世音菩萨的一毛端符 等无有益 又好像 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的树林 佛陀都能够算得出来 有几片树叶 可是 观世音菩萨的微神功德 佛陀永远赞叹不完 假如四大步骤 有一年 那么久的时间 不分昼夜 天天都下着大雨 下了几地雨 佛陀都能够算得出来 可是 观世音菩萨的微神功德 佛陀永远赞叹不完 就算是十方不可说 不可说世界的诸佛如来 共同聚会一处 成说 岔说 赤然说 无见说 这样粗广长舌 来称阳观世音菩萨的微神功德 也是永远赞叹不完 诸位 佛陀是真语者 实语者 能够让佛陀这样子赞叹 可见 观世音菩萨的微神功德 是到达什么样的程度 连佛陀自己都探莫能穷 虽然是探莫能穷 但是 我们还是要赞叹 我们对观世音菩萨的赞叹 永远无有穷尽 只要有机会 有因缘 诸位菩萨 都要为一切众生 宣说菩萨的功德 对观世音菩萨的声音菩萨的声音菩萨